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麗雖然很主觀 但是我們還是能夠靠多數霸凌少數 不是說用客觀的方式分出一個高低 今天我們請來十位實力堅強的參賽者 這十位正妹互相廝殺 並向我們展現他們最棒的一面 只求得到觀眾們的青睞 最近誰有機會抱走今天的冠軍 哈囉大家好我是今天比賽的主持人 帥狗 約吃力與你同在 那麼我現在正式宣布 第一屆數碼寶貝正妹人氣大恰表 現在開始 第一位登場的選手 就是冠軍人氣風聲很高的天女獸選手 大家好 登場與數碼被動畫第一屆的大美女 完美詮釋女大十八遍的道理 讓觀眾從任何角度來看 都是目瞪口呆啊 天女獸選手 又有四對潔白的天使羽翼 身穿若語若心的景深衣 身上還纏著一條長長的紫色絲帶 然後還替自己帶了象徵M之力的皮環 跟神秘的面具 雖然天女獸選手 只是完全體數碼寶貝 但不知道有多少究極體 都無法比他拚人氣呢 必殺技是神聖之劍 天女獸選手會聚集雷的力量 射出閃電劍 劇情中 存在好一位英勇的男人 被這隻劍插獲 欸不對應該是男孩才對 可可惡 怎麼我也好想被姊姊插 我們請天女獸選手說幾句話吧 好好說啊 這才能吸票說啊 呃 媽蛋究極體穿得太厚 害我防禦太低被支天使擊敗 哦 所以為之那戰鬥力才進化成全裸的聖龍獸嗎 啊 下位出場的二號選手 花仙獸 哈囉大家好 咳 一樣出道作品是 說好被第一季的動畫 比起喜歡拿劍霸凌變的成熟大姐姐 花仙獸醒得更加智能一些 花仙獸選手 年輕 活潑 俏麗 可愛 且沒有鼻子 呃 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花仙獸選手 我想 森林仙子 應該是最適合的 快速拍動六月般的小翅膀 飛行的形象 再加上 小巧玲瓏的身材 真的非常容易讓人聯想到 在森林中 開心飛舞的小仙子啊 哇 花仙獸選手的穿著也非常具有巧思呢 擁有花瓣設計感的蓬蓬裙 和花包式的頭套 整體呈現的感覺 都讓花仙獸選手 看起來更加的可愛啊 必殺技的裝備也不馬虎 花仙炮 從武器設計 到招數名稱 都非常符合他少女的形象啊 那麼一樣 我們請花仙獸選手 說一句話 向各位客觀拉票嗎 我有比賽喔 下一位三號選手 幽女獸選手 嗨大家好 我是幽女獸 俗話說啊 女孩都喜歡壞男孩 可是我認為男孩也是一樣啊 會為天女獸的對立面 幽女獸選手 充分展現了 壞女孩的氣質 她高的個性 以及充滿魅惑的打扮 都相當致命 另外她肩膀上 有一個神秘的小臉 這能倒是工具人的最終進化嗎 幽女獸選手 平時形式作風 出名的冷酷 面對小朋友也是絕對的能行 因為這樣的個性 還成功成為小丑皇得意的手下 戰鬥的方式非常暴力 巴掌啊 拉頭髮啊 插人等等 不愧是女王系的黑暗數碼寶貝 才能符合人物設定啊 跟天女獸選手一樣 雖然只是玩全體 不過她也擁有超越 究極體的火爆人氣呢 長額技能是黑暗長槍 必殺技則是劇毒物 我們也請妖女獸選手說一句話替自己拉票吧 想當我的奴隸嗎 我們有請4號 修女獸白選手上台 安安 見到前面花仙獸選手 修女獸白選手似乎更萌啊 頭上還戴著少女化的粉紅兔耳帽 武器則是純金的三叉戟 武器的尾巴還有一顆可愛的小愛心喔 自豪的必殺技則是神材穿刺 修女獸白選手個性內斂且有些膽小 有點像帥狗的女神除田啊 可又是修女獸白選手活起來啊 她可是會瞬間變身的啊 修女獸白覺醒 被她插到的敵人會離開墜落夢槍 停步的裝飾也讓她突然有些許的威嚴 必殺技也進化成神聖穿刺 稍微接近自己的姊姊啦 咦 什麼 修女獸選手你居然還有一個姊姊 她也有來參加比賽喔 嘿嘿嘿嘿 大家好 我是5號選手 修女獸嘿 我這個很活潑的選手呢 好 讓我們來看看修女獸黑地上來的資料吧 修女獸黑的性格開朗且活潑 修女獸黑選手曾經還當過頑固獸的徒弟喔 服飾風格 絕對領域好評 黑衣修女好評 貓咪帽子好評 武器是雙槍 必殺技是米其彈丸 跟妹妹修女獸白選手一樣 一旦活起來就會覺醒 修女獸黑覺醒 喔 這個不顧形象的暴衣造型啊 雖然整體感覺非常優質 但是... 這眼神瞬間令我有點出戲啊 必殺技是祝福之槍 第六位參賽選手 金角獸 這位無比豪邁的漢子 啊 我是說妹子 服飾的風格 是豹紋內衣 披風 基本護具等 嗯...野心 武器則是一個巨大的棒子 還藏滿了刺喔 據可靠的八卦指出 金角獸選手似乎非常熱衷於 談戀愛呢 對於愛情有無限美好的幻想 如果碰到喜歡的數碼好貝 會用最真實的行動 表達自己的愛意 沒錯 表達的方式就是 充滿物理的猛烈攻擊 必殺技是 鬼爆葬 是使用手中的棒子 猛抽敵人的兇殘技能 來 我們請金角獸選手 說一句話替自己拉票吧 想吃我的棒子嗎 第七位參賽者 維娜斯獸選手 各位朋友們好 喔喔喔喔喔 是代表愛與美的女神啊 同時還是代表生育與海洋的神啊 能夠承擔這麼多頭銜 真的非常不容易啊 維娜斯獸選手 幾乎可以算是 奧林P斯十二神中 最美麗的存在 傳說維娜斯獸選手 就是因為眼睛太漂亮 擔心其他數碼貝 一看到他的眼睛 就無法自拔的愛上自己 才將其萌起來 欸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讓我看一眼 反正 不管有沒有看到眼睛 都已經來不及阻止我 無法自拔的愛上你啊 不好意思 我控制一下我自己啊 作為一位專業的主持人 這樣的表現太不專業了 另外 只要維娜斯獸選手 經過的地方啊 都會遍地開花 完美體現會走路的美這句話 維娜斯獸選手 有兩位可愛的小夥伴 貝殼跟小鳥 欸 有沒有考慮再收一條小狗啊 維娜斯獸選手呢 是一位優秀的治療打師 幾乎所有的傷勢 都能夠治療 不過居然是愛好和平的 維娜斯獸選手 也有一項必殺技喔 和平幻想曲 據說這個技能呢 有辦法強制改變人心 使人變得善良 傾向和平 那麼請維娜斯獸選手 說一句話為自己拉拉票吧 第八位參賽者 莉莉斯獸 莉莉斯獸選手 奪冠的呼聲很高啦 作為七大魔王中 唯一的女性數碼寶貝 壓力一定非常的大 能夠在這麼龐大的壓力中 持續保持這麼好的身材 真是辛苦啊 莉莉斯獸選手的穿著品位 偏好月暗上空型啊 這樣不僅能夠展現自己的黑暗氣息 還能夠秀出自己偶人的雙風啊 據說非常喜歡利用自己 以身俱來的姿色 在江湖上 行片 行片得到各種好處 遺殺技是讓敵人陷入幻術中 並將其擊潰的 幻影痛苦 第九位參賽者 三丈獸 為為一位出家人 三丈獸選手的穿著 可以說是非常的大膽啊 三丈獸選手為了動物 送完備世界的真理 他四處遊走 經歷了多災多難的冒險 努力走完痛苦的修行 傳說 三丈獸選手 在遊走的過程 會不斷的朗誦經文 凡是聽到經文的數碼寶貝 內心都會瞬間得到救贖 另外 三丈獸選手 可以說是數碼寶貝世界的 有形純淨能量 不僅有感化眾生的能力 他還有治療傷口的能力喔 必殺技是讓手中的念書散開 從四面八方 發動幻術的攻擊 無限彈幕心驚 來 請三丈獸選手 說一句話替自己拉拉票吧 那麼沒得婚 最後的第十位參賽者 沙古亞獸 女巫形態 一般形態的沙古亞獸 可能 難以在這麼多高手中 過癮而出 因此特別換上女巫袍 來增加競爭力 這樣的做法 成功吸引到我們陪審團的注意 不僅服裝 連武器也換了 武器被換成做法的器具 沙古亞獸選手 是第三季女主角的夥伴數碼寶貝 據說沙古亞獸選手擁有召喚神獸的能力 例如四大聖獸等數碼寶貝 所以他本來的工作 就類似是一位 祭司 能夠使用陰陽的力量 同時 身上還攜帶著四個桶子 裡面各藏一隻管弧 這些管弧分別代表 火 風 水 雷 四種元素 能夠用於作戰 也能夠用於偵察 相當方便 一殺技師 使用武器金剛洗掌 張開去除邪氣的進化結界 金剛界曼陀羅 我們請沙古亞獸選手 說一句話 拉票吧 想當我的管弧嗎 好的 第一件 第一輪 說完被正妹大槍一票到此結束 由於想參賽的人數眾多 因此我們今天舉辦的比賽只是驅賽而已 而且還只是第一輪喔 但殘酷的淘汰 一樣要進行 各位客觀 看見YouTube播放畫面中的這個小圖了沒 點開資訊卡 他就會出現投票的項目了 一共有兩個分為前五位跟後五位 拖下您神聖的一票吧 讓我知道今天出來的十位參賽者 您最喜歡哪一位吧 至於第二輪什麼時候會開始 一些都是迷啊 如果不想錯過接下來的影片 那就麻煩您幫我照顧一下良大魔王吧 訂閱牛和鈴鐺 最好還Follow粉專 不然有時候YouTube跟片的通知真的蠻雷的 好啦 謝謝你看完本次影片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 See you